这是一个在德国流传了很久很久的故事 名字叫《科隆城里的小矮人》 很久很久以前 科隆城里的日子多么的舒适 多么的悠闲 只要你想偷一点懒 无论是坐在椅子上还是躺在地上 随时随地就可以闭上双眼 快活得像个神仙 每当夜晚降临的时候啊 就有一群小矮人 他们披着红色的斗篷 头上挂着一盏盏小灯 聚集起来点亮他们的小灯 然后又跳跃又奔跑 有的专心干活 有的开心的寒暄 拉呀扯呀擦呀洗呀 那些懒惰的人还在呼呼大睡的时候 小矮人们一天的工作都已经全部做完了 你看 木匠师傅躺在木梯边睡得正香呢 小矮人们都悄悄地来到他的小木房 枣子 斧头 锤子 锯子 全都派上了用场 有的小矮人还当起了小小的泥瓦匠 枣呀刨呀刷呀砍呀 小矮人们用老鹰一样锐利的目光 测量出一块块木料的厚薄和短长 然后牢牢地安装在最适合的地方 一觉醒来 木匠师傅惊奇地发现 小木屋不仅已经完工了 而且它相当地漂亮 哦 当然了 你看 面包师傅也躺在那里不慌不忙呢 小矮人们则在忙活着脱面粉 懒惰的伙计却躺在那里 悠悠自在地遨游在梦乡里 嘿咻 嘿咻 脱面粉呀 吭吃吭吃揉面团呀 一 二 三 四 抬起来呀 抽转火候 推进炉堂 炉子里的木柴琵琶琶琶琶响 金黄色的面包 香气飘荡 嗯 伙计们还在那里酣声隆隆 烤好的面包已经摆满了面包房 再来看看我们肉铺里的师傅 哦 他那里一样是热火朝天 伙计们还躺在那里呼呼大睡呢 小矮人们却一个个忙得正欢 剁呀 切呀 脚呀 拌呀 动作是那么的麻利 好像风车在转一般 削呀 穿呀 洗呀 灌呀 肥肥的灌肠做了一串又一串 等到伙计们睁开了眼 哦 香肠已经挂满了店铺门面 再说酿酒师傅那里也是一样的 酒窍里弥漫着浓浓的酒香 师傅守着酒桶已经喝得烂醉 小矮人们呢 他们悄悄地来到他的身旁 他们先给所有的酒桶杀了君 再用脚车和木块把一个个酒桶安放停荡 滚呀 抬呀 拉呀 拽呀 大酒桶摆成了一排排 葡萄酒装满了一缸缸 酿酒师傅还没睡醒呢 酒窍里却已经变了模样 还有 曾前的那个裁缝师傅 曾经碰到一个好大的难题呢 市长明天就需要一件新衣服 他却把衣料扔在一边 睡得那么安逸 那么甜蜜 幸好小矮人们动作麻利 拉开皮尺 抄起剪子 剪呀 裁呀 缝呀 绣呀 镶上花边 系上扣子 试穿一次 再试一次 哦 我们的小裁缝还没睡醒呢 市长定做的新衣服就已经完工了 这件事让裁缝的妻子觉得稀奇 他想呀 想呀 想出了一个主意 到了晚上 他把圆圆的豌豆撒了一地 然后就一心等待着看一场好戏 果然 一个个小矮人滑到了地上 房子里不断地发出了一阵阵的声响 有的从楼梯上滚到了客厅 好像笨重的酒桶一样 吵啊 闹啊 叫啊 喊啊 都怪那些小小的弯豆 让小矮人们头一次变得这么惊慌 这时候呢 裁缝的妻子闻声跑来 手里举着小小的灯光 逃啊 闪啊 滚啊 爬啊 还没等裁缝的妻子看个明白 所有的小矮人都失去了踪影 只剩下了一片夜色茫茫 就这样 科隆城的人们 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清闲 也就是说 所有的事 从此都必须自己动手来做了 每个人都开始依靠自己的双手来劳动 幸福的日子要依靠自己的双手来创建 做木匠的就自己刮呀 刨呀 做面包的就自己背呀 扛呀 会酿酒的就自己推呀 滚呀 当裁缝的就自己裁呀 缝呀 开肉铺的就自己搬呀 运呀 做家务的就自己擦呀 扫呀 哦 想起从前的那些日子 多么让人留恋 哎 过去的美好时光 还有科隆城的那些小矮人 多么让人怀念呐 披着红斗篷的小矮人们 我们在哪里失去了你们呢 嗯 也就是说 小矮人们给科隆城的人们带来的 总是一次次无私的帮助和奉献 总是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快乐 但是科隆城的人们却因为猜疑和不信任 最终失去了这些无私可爱的小朋友 失去小矮人的日子里 科隆城里的人们虽然还在继续生活着工作着 但是每个人都会觉得 生活不再像以前那么多的期待和幸福 也失去了曾经有过的惬意和惊喜 所以啊 大家又在感叹 哦 从前的那些日子太让人怀念了 你喜欢这个故事吗 这是海豚传媒推荐的 是海豚传媒推荐的